這是一個很難令人理解 很費解的一個故事 就是這兩個人是雙胞胎 但是從小就被分開來養 所以他們是沒有關聯的 就是人生沒有連在一起 可是偏偏他們各自的發展 就是重疊性太高 高到讓人家覺得 What the heck 好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文英文一起讀 所以他們被稱為 The Gym Twins 他們都叫Gym似乎是 是嗎我也不確定 The Gym Twins They were separated at birth and reunited at 39 所以出生的時候就分開 然後39歲才 就相聚了這樣 reunited 我想想看39歲 就是我7年前 如果那時候我突然間 發現有個雙胞胎兄弟之類的話 或是什麼感覺 Anyway So they quickly found that they had lived oddly similar lives 所以他們很快就發現到 他們在人生的再往前的那段時間 是重疊性很高的 所以這裡的文法 就非常精準 它的found是過去時 你知道他們39歲的重新相聚 已經是 從現在的角度 the moment來看 已經是過去了 就我們現在在講這個故事 他們現在可能都42歲了 所以就是3年前 他們發現到 那過去是found 沒問題 那他們更先前的人生 是不是found的這個時間點 更往前 所以我們才用了過去完成式 所以後面說的是 that they had lived 過去完成式 So they quickly found that they had lived oddly similar lives 所以就是很奇怪的 卻是很相似的 所以這個odd這個詞 就是有奇怪的意思 如果你硬要加個s的話 它變成賠率 機率賠率的概念 OK 那如果不加的話 就是奇怪 oddly similar lives 好 然後呢 那我們就來講 重疊的令人費解的部分 包括就是什麼 both had married and divorced someone named Linda 兩個人都娶了 以及離婚了 一個叫做Linda的女孩 不是同一人 OK 所以兩個都有過 我為一個前妻叫Linda 簡單的說 OK 然後 we're currently married to a Betty 然後兩個人結了婚的女孩 老婆名字都叫Betty 這裡是不是就告訴我們 我們會不會 我們說不定有的時候 是因為一個名字而愛上一個人 因為他們有同樣的一些 可能有些自然的tendency 會對什麼東西被吸引之類的 所以他們都有被Linda吸引過 都有被Betty吸引過 然後都有跟Linda離婚 好anyway 繼續看 所以他的動詞還沒結束 逗典後 had sons named James Allen 所以他們都有兒子 兒子的名字都叫做James Allen had dogs named Toy 都養過狗 狗的名字都叫Toy 好奇怪 目前為止都是名字 好anyway 逗典還沒繼續玩 繼續下去 drove the same car 開同樣的車 又逗典 had jobs insecurity 所以兩個人的工作都是跟安全相關的 或者是保全不知道 security這個字可以有的意思蠻多的 再鬥點 and 最後終於結束了 and regularly vacationed at the same beach in Florida 所以兩個人都會固定的 去在佛羅里達某個海灘呢 vacation 所以這裡講這個 我或許講一個重點 vacation這個字 事實上可以當動詞的 OK 你看到他自己用的就是動詞 所以你看到底或and regularly 動詞 vacation加一個遺滴 過去式這樣子 再同樣一個海灘 所以這個故事我覺得蠻屌的 所以今天這好像有點短 但我們可以再多講一個 他們兩個明顯看起來應該是同卵雙生的雙胞胎 長得還真的是應該有點像 嘴巴長得一模一樣 鼻子長得一模一樣 眼睛似乎有點小不同 眉毛好像一個短一個長 所以 但應該是同卵雙生沒有錯 我們就叫這種identical twins 也長得一模一樣 identical OK 一模一樣 那如果今天是一卵雙生 就長得不一樣 甚至龍鳳胎之類的 我們叫他fraternal twins OK 這個fraternal的概念就是像 fraternity 我好像剛多念了一個c在裡面 no fraternal 不是frack沒有可 fraternal fraternal fraternity這個字就是像我們講說大學裡面那種兄弟會 大家就是 哦 兄弟會 在一起 然後 會有一些什麼考試 然後可能電影也看過了 就經過一個很漫長的一個考核過程 才讓你加入不加入或之類的 所以這叫fraternity 那要是大學裡的女生參加的姐妹會叫做 sorority 這字不好聽哦 Sorority Sorority OK Sorority So fraternity Sorority 所以既然fraternity兄弟 不是親人的也和在一起像是兄弟一般的 所以我們就會說如果是雙胞胎 但是其實並不是一模一樣的我們就叫做fraternal twins 就是這樣子 OK 好多一點這個補充讓影片拉的稍長一點點 不過帶還是蠻短的 但無所謂有時候短點的影片大家看完就算了 好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